静夜思,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在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 唐代大使人李白客居他乡,难以入眠 床前仿佛有一层若隐若现的白霜 诗人凝神一看 原来那是天空中倾洒下的洁白无暇的月光 诗人抬起头 那轮皎洁的月亮看起来很美 诗人低下头,想着 可是我家乡的月亮也许更圆更美吧 可惜自己现在身在他乡 离家乡太远了 只能遥望着月亮思念远方的家乡了 静夜思是李白仿照月辅尸体做的一首小诗 虽然只有短短二十个字 却充分体现出质朴自然的月辅尸特点 写出了永恒的思想之情 古代时交通通讯的不便 让离家在外的人思想之情更加浓重 看着天上的圆月就联想到了家乡的圆月 圆月下的家人 李白把这种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 用最简洁通俗的语言倾诉出来 就是李白的心声 也是全天下人的心声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当我们说到思乡时 静夜思总能最先浮现在脑海之中的原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